全球现场带来关注了俄罗斯的拥兵组织瓦格纳 这个兵变失败之后呢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伯恩斯 他事后跟俄罗斯方面的对口单位来通话 那同时美方保证 他说美国没有参与其中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呢 访问了专家解读了中情局致电俄罗斯的原因 是避免俄罗斯指控西方势力 涉及兵变 那么媒体报道也传出了 其实这个CIA的局长伯恩斯呢 早在6月的时候 曾经秘密访问了乌克兰 那么当时呢 他是听取了乌克兰的官员提出的中战计划 力拼今年底前要收复大部分的这个国土 进而逼迫俄罗斯当局重回谈判桌 另外一个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是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决议草案 允许美国这个在7月份全面恢复会员身份 那尽管呢这个在投票的过程当中 有包括了中国大陆在内 一共有10个国家投下了反对票 不过在其他会员投票通过之后呢 美国是顺利重返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那么此刻呢 中国大陆要求美国重返之后呢 应该要实际的去履行自身的义务跟承诺 同时呼吁美国要按时缴纳会费 以及尽早全额补缴拖欠多年的全部会费 法国抗议警察击毙一名青少年 所引发的暴动进入了第五天 在这个南部城市马赛 除了发生掠夺案件之外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呢 一个41个人的大陆旅行团 在晚间遭到了攻击 一起来看 根据这个旅行团的成员表示了 这辆游览车遭到了抗议人士黑衣人攻击 不但呢这个车窗遭到砸毁 甚至呢他们还试图将这些大陆的游客 拉下车 不过呢整团的游客最后是安全无余的 那么大陆使馆获报之后协助报警 那么这个旅行团也在第二天离开了法国 法国当局则是因应抗议暴动可能扩大 已经在巴黎以及马赛增加了警力来为安 以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